白衣男子口罩只戴一半 竟跟在後的女友同樣沒戴好 這情形已經不是第一次 同樣是這名男子手上大包小包 領完戶進電梯 但他明明應該要居家隔離 隔天卻又被拍到搭乘電梯的畫面 電梯走廊甚至大廳都是住戶必經之處 而這名流行男子之所以需要隔離 是因為跟他同住的女友已經確診 但他完全沒在怕 毅然自由進出 直到染疫之後 還向社區謊稱自己是陰性 就連衛生局連續發布兩次通知 還派救護車要載他去檢疫所 都被他拒絕 還出言恐嚇 更誇張的是 女友隔離結束 還回家繼續跟他住在一起 這下兩人都成為破口 恐怕造成交叉傳染 如果你在這個過程有破口的話 現在警察已經幾乎癱瘓 警察可能在帶人的過程中也懶疑 衛生人員 衛生局人員 防疫人員也那個東西 這麼大的壓力情境下 還不自主管理 還不居家隔離 我覺得這個真的要重罰 買三餐 倒垃圾 所有進出刷卡 清楚記錄每一筆時間相當頻繁 他就是住在新北市五谷區這棟社區大樓 對所有住戶來說 這對情侶就像一顆未爆彈 實在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居家隔離 擅置外出 將會開罰20到100萬元 確診者如果不遵守相關的防治措施 也會依照違反傳染病防治法 來罰6到30萬元 算一算最多可罰130萬 但罰則再重 威脅都已經造成 而且令人傻眼的是 這名男子外出都搭計程車 就像移動式病毒一樣 甚至不配合衛生局 種種行為 住戶們都已經任無可忍